好 脸扁扁的狗狗跟猫咪很可爱 不过现在却被航空公司拒于门外了 像是国泰航空就宣布呢 这禁止运载扁脸的猫狗 像是可爱的波斯猫 喜马拉雅猫 北京狗 西施犬等等都通被拒绝 马上联系一个记者王嘉玲来告诉大家 嘉玲请说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国泰航空日前宣布呢 要来暂停载运扁脸猫狗 那么什么叫做扁脸猫狗呢 就比如说像是波斯猫 喜马拉雅猫 北京狗 还有西施犬等等哦 那么国泰航空他们所提出的原因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货舱的温度会和平常的环境不同 而且非常的干燥 那么扁脸猫狗他们的鼻子 还有呼吸道都是比较短的 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就容易会引发呼吸道疾病 他们是为了宠物的健康 还有安全着想 才会做出这样子的限制 而这样的规定呢 就有人理解认为说 航空公司是因为出于善意 不过呢也有人认为哦 这是一种歧视 他们认为说基于动物的福利 有航空公司在运送宠物的时候 就应该要提供适合他们的环境 航空公司不应该因为怕麻烦 就拒绝扁脸猫狗来陪主人出国的权利 那么以上掌握最新情形 主播 谢谢佳玲 我们看到了 这是对狗狗猫猫的歧视吗 现在各界的看法不一 我们把散发给您的厧物 第一次用来 到实际上 你们再帮助